好,來到第二節了 就是講一場澳門一級賽的打比 1800米草地,多問一點 1500就說放頭著數 1800是否也是 也是放頭著數 也是放頭著數,但1800真的有得追 檔位呢?有沒有影響 檔位呢?去年打比是14檔 檔位是聯一、永勝招 但那隻就太厲害了 但那隻太超級了 就跑到澳洲跑了 但今年我覺得形勢挺均勻 所以檔位也很緊 均勻即是有兩隻有機會 我們士均和阿雲 均勻和阿雲 不是的,我們事先想著 Joe Lau一隊是真是 共同開心和勝德禮物是最高的 共同開心評分最高 但我純粹看市場賽職 有些卡的,看一看 隔沙的,一場也不好 很奇怪 對 他隔了港澳杯後的這場就不好 是否這樣 我們想著… 他過了港澳洲跑 過港澳洲 那天你也說過 一檔是很危險的 是卡的,壓迫到大 他就卡住了 在一檔那裡 他又不是跑得很差 但有一件事,我要跟大家說 因為這件事可能有些朋友會不知道 是 共同開心,第一,他還沒跑過千八 是… 所以這個星期一 本來是星期二試習 但星期二是假期 改了星期一試學 共同開心,就來加貨試試 共同開心,永遠試習 就在前面 在前面… 或是很順暢地回來 是… 但這貨是漏漏漏漏 是很刻意按到最後… 在直路才鬆 一鬆走,很鬆融 我覺得那個狀態 比跑港澳杯有個資源無不及 所以這就是漏漏漏 你說如果看Castep的千八 都可以慢慢慢慢的 慢慢的,如果看下線 就像Champ那些都有長力 但現在的試習很刻意去… 試習是1分01秒2至1千 是 1分01秒2,頭電卡當然按到… 一定是… 全靠了 簡直是走後面的600 但姿態就很尊容 我自己的觀感 所以就是這樣 至於他另一隻聖誕禮物 本來很好 但昨日市民我一抽 就抽過14檔 那可能是林莊14檔刑 就是你打鼻子又是10檔刑 但他抽了之後 我沒有看 但有些人就告訴我 劉智森的臉都黑了 黑臉 我本身是劉智森的膚色比較黑 我記得 但我只看到一樣 是 有個人這樣舉手 真的是舉手 這就是馮耀禎 馮耀禎 他有隻輕盛 即是他對手來的 對手 即是心理好了 OK 對了 這是真的 你是敵人 你抽到一個不好檔位 我事前我怕你 是 真的是這樣 這些就是真情流露 真情流露 我時候我也會稱讚他 也有砲碼 大業門 一來 被人撐住 耶 這樣 你買了一些懶惰也會叫耶 你倆都叫耶 不是 基於這個原因 對的… 變成我們量度 輕盛是有機會的 輕盛 我們剛才做過那個節目 訪問過 他出了兩隻碼 一隻就是天下財星 我們就覺得是否沙地好 在職 其實他不是的 他贏了草地 但那時候就較低班次 最重要的是 輕盛為甚麼 他來到好門 一出就贏了 似乎那賽車是1300沙地好 四場都是沙地好 但其實他沒有甚麼用 我們覺得 因為馮耀禎 那次上我們節目也有說 他真真正正跑1800那場 在澳洲 頭馬他跑第三個場 就是信我成真 那即是擺明 還有乾塊地 很有價格 乾塊地 還說這些是乾塊地 所以今個星期 看天氣報告沒有預約 沒有預約… 所以他能夠釋放 我覺得他有道理 對嗎 現在因為抽籤 即抽檔位 聖德禮物抽了14頓 共同開心九檔 其實也不是太理想 還不錯 但不錯 但不是太理想 所以現在事前有可能 有很多朋友忽略了這隻輕盛 可能會有多大機會 其實說說一點的聖德禮物 就是往式也是很準確的 是 之前在健眉跑第三 預賽也有贏 但如果你看看他千八個賽職 他就在公貴錦標 輸給易通財 就是夠不夠在這裡使用 我就是想知道 其實這個級數 要這樣計算 大家如果同樣四歲馬 是 還有你可不可以聖德禮物 最近連爛地都有突破 最近你贏得一場爛地自己帶回來 馬真的變好了 是不斷地進步 我覺得他千八應該沒問題 應該… 還有市民樂夜禍開了 去年是聯一永勝 再前一年是太陽無敵 都為他打給他 是… 看看能否連續三界都會倒閉 是…